30岁的单身女孩该选择将就吗? 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些身材不错,长相不错,条件不错,工作不错的一些女孩,偏偏却被剩下来了。 都将近30的年纪了,还仍然是单身,很多人对女孩都会说,别挑了,将就着找一个算了,越大越不好找。 那么30岁左右的单身女孩真的是因为太过挑剔而被剩下来的吗? 30岁的女孩已经成了被催婚的一对人,真的是要求高吗? 其实你错了,这是因人而异的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,这和个人的经历,价值观有着很大的联系。 有那个女生认为相貌看得过去,有穿有房就行了,不用为以后的经济发愁,这个条件当然并不高。 还有一类女生到了这个年纪仍然期望着遇到对的人,加给爱情,希望自己可以先后自己的白骂王子。 她们最看重的还是感觉和缘分,这类女孩往往百个单身可能会比较难,因为在她们眼里好像大部分男孩都是不对劲,差一点没有感觉。 一个女孩如果说30岁还在单身的话,这个时候有的女孩可能有一点心慌,主要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。 七大哭八大一,整天就是一句,将就找一个算了。 这个时候女孩也茫然了,曾经想着遇到一个对的人,如今就成了一个随便找一个,真的是一种煎熬。 俗话说千金亦得良缘难命,真的不介意女孩在这个时候随便去找。 在我认为,女孩从来不应该以结婚无目的而去结婚,而只要你足够优秀,你完全可以去等那个对的人。 这个时候女孩要做的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30岁左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整好自己的心理和生理状态。 这是做一些事情的根本,可以去旅游,看看书,听听音乐,心情好了,自然有活力。 拥有一个好的状态才可以遇到那个优秀的人,也为以后自己怀孕生宝宝有一些很好的准备。 努力工作,赚点钱,女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经济。 无论单身还是以后找对象,都有资本和男人对立,而且当你收入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,你找优秀的男人也会更硬气一点。 最后,也和这些30岁左右的女孩说一声,不要为了结婚而去结婚,不要选择去相救。 很多人认为年龄大了,就没有资格再去挑挑剪剪了,因为越挑最后挑大的越长,我不这么认为,世界这么大,总会遇到一个对的人,与其不小心选错人,还不如一直单身来得更幸福。